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,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的头条同样是徐旭东为ETEC出包道歉的新闻。 再来看到联合报专访英国财政部次长,他表示英国可以和台湾来合作人民币的业务。 了解完三大报头条接着来看,上个星期突然传出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住院的消息,9号当天的股价立刻就下跌2.88%,市场质疑可能有股市秃鹰故意放假消息借机炒作,金管会表示如果发现有特定的券商等机构介入的话,不排除撤照处分。 台股线股当冲在这个月6号上路,果然冲出了千亿的成交量,不过市场却传出,有突一蓄意放空,上周网路盛传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生病住院,9号消息传出后,当天台积电股价从104元跌到101元,跌了3块钱,跌幅2.88%,但当天下午张忠谋就亲自现身辟谣。 你帮帮忙,今天你再把我的健康情形,再登个大照片啦。 究竟谣言从何而来,是否是有心人士放假消息,意图影响股市? 金管会表示,目前正朝向交易和消息两个面向来追,是否有股市秃鹰? 如果设计形势,也会联合检调积极处理。 看看台积电股价13号周一收盘时,股价涨回到103块。 曾明宗指出,上周张忠谋生病的假消息应该是单一事件,与现股当冲政策无关,外界不必过度联想。 至于外传已经锁定一家券商消息来源展开调查,曾明宗则表示,一旦有金融机构有重大违规事件,不排除以撤照来严惩重罚。 记者沈小青,谢奇文,台北报道。